台南縣市交界的六甲頂是南北縱貫公路的和南家公路的交會點 每天通過的個型大小車輛估計至少在兩萬輛以上 由於這個地方路邊比較窄,不但時常造成一種危險象 交通受阻,而且很容易發生車禍 地方人士希望政府有關當局重視這一個嚴重的問題 趕快設法,拖寬路面,同時加強這一地段的交通管理 以確保人車的安全